宣蘭諾颱風的最新狀況如何 怎麼講了兩天了 它還在這個位置 它目前位於我們台灣的 而短比東北東方 差不多420公里的海面上 現在它北上的速度加快了 時速差不多來到了 每小時十幾公里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現在位置在這邊 預估明天清晨的時候 清晨5點鐘它可以來到這裡 如果說要說宣蘭諾颱風 最靠近台灣是什麼時候 是在今天晚上的7點8點過後 預估今天晚間差不多7點前後 它的暴風圈 七級暴風圈半徑 就會掃到我們台灣東北角的陸地 只是說掃到的範圍 是如目前預估只有東北角這一塊 還是說會再更廣一些 可能到台北甚至於到桃園 就要看它再來 這一段路會不會可能稍微偏西一點 目前歐洲模式是認為 它可能會再靠西過來一些 但是美國模式認為 它差不多就是這樣子走了 所以這也是再來 我們要觀察的重點 因為對於風勢跟雨勢 北台灣都會有很明顯的差異在 主要因為這個颱風 它還在持續的增強 目前其實這個颱風 已經為藍雨帶來了 11級強震風 冬季島 彭嘉宇也都有10級強震風 還有陸上警報 已經在今天的半夜2點半發布了 雖然說範圍只有 新北基隆跟宜蘭 但是台北市也不能輕忽 因為北市的雨量 其實是很驚人的 北市的岸部 已經有260毫米 包含其他山區像是宜蘭 也都有200多毫米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 今天兩個地方不要去 山區跟海邊 千萬可能要把它避免掉 我們也來看一下 其實隨著時間越來越晚 我們有說雨勢 尤其北部會越來越明顯 我們看到這其實就是雨勢 隨著颱風慢慢北上之後 它的外圍環流 雨就會開始掃進台灣 尤其是中部以北 今天時間越晚 雨會越明顯 跟昨天晚上一定是有落差在的 所以北台灣的觀眾朋友 不要覺得好像風雨真的還好 晚間就輕忽了 禮拜六晚上的行程 把它避免掉吧 還有除了雨之外 風也要特別注意 一方面是因為風闖的改變 原本颱風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是吹北風 但是隨著颱風北上之後 我們開始吹有點西風 或是西北風 所以尤其這邊的山區 一定要特別注意 風是雨是都是會很明顯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張是風的圖 顏色越深代表風速越強 隨著颱風慢慢北上之後 大家看到了 其實這邊的風都是強的 所以今天要特別提醒 尤其是宜蘭還有新北還有基隆 都可能出現八到九級的強陣風 台北市也可能會有七到八級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別輕忽了 那至於各地的雨量總預估 其實北部的平地會有500毫米 那迎風面的基隆也會有400毫米 宜蘭地區的平地也會有400毫米 山區也有400毫米 而且其實雨量都可能會在持續的增加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最後我們要提醒您 其實岸邊也要避免 尤其浪高 昨天新北市的富貴角 已經出現了近6米的浪 還有其他區域東半部海域 北部海域 浪今天越晚只會越大 請避免了也注意安全 颱風持續影響我們 時間交換個議論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